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之一 其人气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今日,诚意代言品牌的商务微博点赞量突破2000万 无疑是对他个人实力和人气的最好证明 然而,这一二人成绩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质疑这是否是刷流量的结果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否是在割韭菜 诚意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然而,随著名气的增长 关于他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他是真优秀 也有人认为他的成功背后存在水分 那么,诚意的成功究竟是实质名归还是另有隐情呢? 回顾诚意的演艺之路 我们可以发现他并非一夜成名 在成为演员之前 他曾经历过漫长的学习和磨练过程 正是这些经历让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如今,他已经参演过多部热门影视剧作品 并在其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除了演艺事业上的成功外 诚意还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许多知名品牌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提升品牌形象和销售业绩 这也使得诚意成为了广告界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与其他明星的粉丝不同 诚意的粉丝群体以理智著称 他们不仅关注偶像的作品和动态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 在面对偶像代言的产品时 他们也会保持清醒头脑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这种理智追星的态度也得到了诚意本人的认可和鼓励 尽管诚意的成功背后存在诸多争议和质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在演艺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格魅力 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希望未来诚意能够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造诣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塑造 同时也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力量继续引导粉丝群体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